港大牙科事故調查小組的報告指 醫療器具沒有消毒的事故 可能是診所當值的職員 未有開啟高壓消毒爐 亦都沒有核對消毒爐的打印標籤 以及是醫療器具包裝標籤 是不是已經完成程序 就將器具放回去儲物架 由於診所每天都會進行 三至四次的消毒程序 因此未能夠追查是由哪位職員負責 小組建議日後在使用消毒爐 都要記錄程序和時間 即使出事亦都可以追查 而牙醫診所亦都應該由一位資深牙醫 作長期的領導問責 派專員統籌各項的器具清洗和消毒 港大醫療保健牙科診所 上個月發生醫療器具 未完成消毒程序的事故 超過250個的私生和家屬受到影響 校方表示會在明年的2月和5月 為就影響的病人再進行血液測試 並且為高風險的病人注射疫苗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彭樂妍報導 請倒 請就請